看看展覽室中央的这个传统祭祀供桌 从桌上的五升盘 上头有青花瓷图样 最特别的是盘上的三层肉 桌上的两根龙竹 一旁还有立体仙人 通通都是皮雕工艺家 师敦人的精心作品 呈现陆港浓郁传统民俗风味 我这次利用牛皮浮雕的表现 去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上面的字 上面的书法一样 我就是请我们陆港有名的书法老师 吴兆信吴老师 他是直接提字在牛皮上面 然后我再稍微做一下洋科 皮雕创作有平面与立体 国画装常见的荷花以及老鹰 甚至天国神兽麒麟 把中国传统元素融入现代的皮雕 透过雕刻刀将创意展现出来 利用中国传统的图案下去表现 那有一些的话就是用现代 现代的传统图案图腾 下去做表现 让传统跟现在都会皮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把我们一些传统的 一些传统的东西都医的 我们农入直接派来 呈现的栩栩如生 展场也有早期美式元素皮雕作品 从传统皮雕 到自创意格的中国风皮雕 是顿人用皮雕艺术 走出一条自己的艺术创作人生 新台湾电视叶其红台湾张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